已经得过新冠肺炎而获得的自然免疫力 到底有没有比接种疫苗来得有效 美国在上一波由Delta引发的感染期间 所做的研究证实 未接种疫苗但是感染新冠后痊愈的人 毕竟打过疫苗但是未曾感染者 获得更好的保护 这项分析是在Omicron出现前所进行的 结果发现打过疫苗但是未感染过的人 染疫可能性是未接种疫苗 但是却曾经感染者的三到四倍 不过可不要将染疫当成一种策略 因为未接种疫苗也未曾染疫的人 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也相对的比较高 随着全球多数民众都已经完整接种过两剂疫苗 导致许多人在染疫之后 难以分辨自己是否染上了Omicron 每个人遭遇的症状也不一样 英国也总结出了接种疫苗后 染疫的Omicron患者通常会出现的 九大症状 除了前五名包括流鼻涕 喉咙痛 打喷嚏 头痛 咳嗽等 类似感冒的症状之外 另外包括恶心想吐 肌肉酸痛 腹泻皮疹也很常出现 同时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耳痛 以及不寻常的关节痛 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 就应该要尽快地去衰减 以免感染了Omicron而不自知 记者吴嘉賢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